各位同學大家好,歡迎收看FCU Easy Tester解題 目前解說的是聽力測驗第一回 Part 2 Question Response 的第八題 第八題你會聽到的問句是 When is Jim living for South Africa? 這邊的關鍵字首先你聽到的是 When 什麼時候 所以你就會預計答案一定要選一個日期 可能是一個日期 那第二個重點是騙語 live for, live for live for 是前往 前往,動聲前往某地的意思 你可以用 live for 你也可以用 set out for 或者你可以用 depart for 那正確的回應我們選B He is setting out on May 28th May 28th就是一個日期 所以你如果聽到關鍵字 When 你知道要選一個日期 所以其他的你可能聽不懂 但是你用猜的還是可以覺得猜到B 是一個正確的答案 那為什麼不選A? His flight is arriving at 6th 6點 他的航班將於6點抵達 A他是 arriving arrive是抵達的意思 跟我們live for 前往 前往某地 是要離開 是相反 所以我們不選A 那為什麼不選C呢? It's on the southern tip Tip 是尖端喔 尖端 這邊我們可以看到有個例句 墾丁 是台灣最南端的觀光點 墾丁 是台灣最南端的觀光點 所以這個指的是地點 跟問句的時間會沒有關係 因此第八題我們最適合的選項是B 以上為本題講解 謝謝